12月初到现在有三次跌一跌 110元以下都会弹上来 你觉得如果再继续跌 大家有这样的揣测 又是否一个吸纳的机会 还是应该等一等 等待他未来的业绩才再作一个部署 之前来说是108元 相对上是比较低的水平 如果真的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已经是那个市涨率低过两倍 对于一间这么大公司来说 那个市涨率去到两倍以下 都是非常吸引 因为按着现在的市值来看 都大概是2万5千亿的市值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公司 所以变成了如果你说在大概是110元这些位置 而投资者又考虑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吸引的水平来吸纳 至于对于一些短炒的投资者来说 当然确认了股价已经是存敌 有一个高手的迹象 才考虑入市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始终亚里是过百元的股份 基数都比较大 如果它不是有一个很显著的反弹的时候 反弹是几元这些位置 相对上短炒率就没什么肉食 所以就对于短炒的朋友 可能就要保持住入市时机才再做部署 他说121元就有货 你建议他应该怎么处理呢? 暂时来说上去120元以上 可能都是有点难度 因为始终我们刚才说的时候 虽然消息如果对应其他公司来说 就未必真的那么敏感 但始终亚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焦点类型的股份 再加上其中一个大股东 就是远银久不久 大家都会有一个忧虑它会不会是一个减持股份的时候 所以稍微有一些和股本的相关的消息 都是令到股价会有一个瘦碍的状况 现时去看的时候 如果不是连续两收低过110元的话 相信就刚才说的消息应该市场也是消化了 可以就继续再观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要求120元才考虑做一个止舍离场的部署 至于作为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即120多元这些位置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如果也有耐性可以持有两个月或以上 股价其实有机会可以去128-130元这些位置 到时可以看看稍微赚一点点才考虑尼场